電線以模擬勝利保陰電線總火 於政戰室發生火災 巡視通報小組 於二樓辦公室聞到煙燒味 智慧消防隊長 你不怕 好 那我會 那我會 那你 那你是出口 會好 還是你呢 對 那你不是出口 是怎麼沒有出口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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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在這上海出口 你不可以 因為 祝你他們 幸好 在發生火災 請跟著引導人 安全出口走 請跟著我找黑歐導遊 大家可以 進來 進來 有沒有發現旁邊D知識 I 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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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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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要全力 喔 這是D知識 D知識 今天真的是打開 D知識 D知識 欸 那個 小黃飛 就是 非常重 在文化字裡面 這屆被更重視的 一個災害管理的 一個 一個前期的 一個整備的工作 那麼 馬祖在1949 因為 在地政務的關係 有非常非常多的 建構了非常非常多的 地下的 中式營機 跟這個文化資產 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給更多的人 一個安全的閃 而且是 可以 安全無遺的 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環境的整體 好 那我們現在 首先就先請 姜老師幫助 先請姜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所長 還有 那個導遊 花了很多時間 而且要受訓 你不是說隨便的人 去那裡旅遊 然後看看 然後感受氣氛之後 就這樣子 不是 他給你一套課程 萬一對方 採取了怎麼樣的 無預期的活動 那遊客 導遊應該要怎麼樣 來進行疏散 雖然聖利堡 目前沒有文化資產的身份 也就是 他還不是我們的 古蹟歷史建築 但是因為我們馬祖 全島有 戰地文化景觀 廣闢上來說 這個地方就是 戰地文化景觀的 一個重要的部分 那文化資產的防災 無非就是 第一個 確保遊客的安全 一起所學到的 像我們觀念 都已經是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希望你們 今天學到的課程 是對你們未來 是有幫助的 因為已經跟以前的 課程內容 已經差了非常非常大 甚至有很多 都已經是 判定說是錯誤的課程了 對 其實 廉價線的發展 都是比其他線 是比較慢一點點的 那 早期這邊的人 是不太能接受AED的 所以我今天 為什麼會放這樣照片 其實是我要告訴你 我今天的知識 其實是很多東西 是不一樣的 那也希望你們 可以藉由我今天 這樣子的課程 然後 去了解一些新的知識 就像AED 是可以救過別人的 所以 漸漸的在 媽祖在地 就更多人會接受說 原來 他如果是在 到醫院前 就死亡的人 他其實如果是 可以死亡AED的 是有機會救過他 比 你及早送他到醫院 還要來的有用 所以 譬如說 考試可怕嗎 很可怕 很可怕 可是你會做什麼 看書 可是火災可怕嗎 可怕 那你做什麼 買消防專 買消防專 買消防設備 買消防設備 那還有呢 你們會去了解很多的 東西嗎 譬如說有關於消防 譬如說有個火災 你會想要去多多的了解說 為什麼這個火災會燒這樣嗎 其實這是在台灣很嚴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大家對防災意識 是不夠的 我們 我們 剛剛告訴我們 我們 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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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看他的那個 亞歷斯是在他的範圍裡面 那照你來說 一般是 ABC是剛剛不安在 我們住在 其實是ABC是 ABC是 ABC是 我們在使用那個 微動氣 我們去 叫做 無聲 按 下去 拉 又 壓 下去 拉達成功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很多人第一次拉,他是這樣拉起來 跟 others 拉的時候 Type教士 拉不拉起來 這樣拉不拉得起來 為什麼 不要幫他 Update 完全不做 他如果拉上面這個 單一個握網 是錯誤的 所以第一個,為什麼要叫拉 是我不要拉著這整個器具 然後,壓 上升 這樣會有一個不上升 那有人就很怕,所以如果他上升的話 其實是沒有作用的 快點火太大了啦 哇,非常勇敢 好 好 放著 放著 不用壓,不用壓 不要讓他拉出來 對 剛剛拿去,裡面這樣吃 好,往前 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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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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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遠了